之前我们都提过无线网络WiFi一定要借助SXPON 就是这样的天线我们叫热点网络热点 就是叫SXPON有时也叫HotSport 不一定有两三支箱好像冻出来的现在的AP 可以这样的 譬如我们正在用的Aroba这个牌子的AP 天线梳里面的 就是不会像这麽肉酸那样放几支东西出来 好像被人的感觉好像复射很高那样 在网络环境里面基本上可能是mixed的 有些是WiFi有些AP在这里 有些PDA其实现在都没有PDA 可能是iPad平板电脑Tablet 另外还有些旧式的电脑譬如Desktop 就是用RJ45的电脑去插一个CAT6的电脑 就连接它的伺服器那里 或者中间input也画得错错的 中间还有一个switch 我们叫做交换器 就可以将那些data 就是用明线来连接 但留意AP都要用明线插到switch那里 这都是CAT5或CAT6的电脑 基本上无线网络已经取代有线网络了 即无线取代有线或者A线 即无线电话取代固网电话一样 始终它有很多好处的 比如setup call network 你不用拉太多线 你不用一部电脑或一个mobile device 一条线 因为它是wireless的 另外network的结构可以随时改变 即它的弹性高很多 还有可以extended去一些户外的地方 以前拉明线很难拉户外的地方 但现在wireless的嘛 你只要安装天线看室外 已经可以将信号射到很多不同的电脑 但无线网络都有个缺点的时候 信号未必那么稳定 会被周围环境影响 比如会被微波炉影响的 微波炉或者一些会发出emwave的电脑装置 会影响wifi信号的传播 天气差点也会差点的 比如陷阱下雨wifi也会弱点 原因是因为有所谓interference有干扰 另外wifi网络的security都会有些隐忧 因为任何人都有机会可以connect到你的AP 另外无线网络的网速是慢过有线 暂时都勉强可以这样说的 但其实迟早这个东西都会不太对 现在无线网络的速度都可以非常之高 另外就是无线网络的覆盖面 暂时都还是几有限的 即是覆盖范围就是有限 如果你的手机或者你的iPad 离开AP太远 其实信号或者中间经过那些墙 石线墙也都会差点 在想这个都不太对了 那个course很立起教 所以不用理了